快乐家族有三大未解之谜 何炯到底有没有结婚 杜海涛到底什么时候结婚 以及李维嘉到底是不是贝 这三人中似乎只有李维嘉一人成了绯闻绝缘体 热度甚至都不敌卡位最低的杜海涛 其实早在多年前 李维嘉就和唐宇哲传出过绯闻 甚至还有传闻说 李维嘉为了唐宇哲和何炯大打出手 只不过这段绯闻中的三位男主 并没有站出来回应此事 这件事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出道多年来 李维嘉的感情生活 一直是娱乐圈中的一个谜团 她被拍到过现身同志酒吧 也曾与男性友人一起亲历合照 这不禁让大家对李维嘉的取向产生怀疑 其实 李维嘉也曾有过一位绯闻女友 那就是天鱼传媒的总裁龙丹妮 前段时间爆红的综艺 明日之子 燃烧吧少年等都是出自她手 龙丹妮是芒果台艺姐 与众多主持人感情很好 和李维嘉也是大学校友 两人初次曝光恋情的苗头还是因为何炯 2014年 龙丹妮过生日时 但是配图却是李维嘉与龙丹妮的合影 就算何炯没有自己与龙丹妮的合照 但晒出李维嘉与龙丹妮的合照 未免不让人想如飞飞 一群吃瓜群众不明所以 还以为二人借着何炯来宣布恋情 不光是网友 就连芒果台官媒都在下面吃瓜 疑似要官宣的节奏 其实早在2011年 李香做客某综艺节目时 就曾无意说漏嘴 曝光了李维嘉 有一位相恋了七年的女朋友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说出她到底是谁 但是经过万能网友们的层层考古 这个人似乎说的就是龙丹妮 就连金星都看不下去 二人的低调恋情 李维嘉妈妈在参加妈妈咪亚时 金星就在台上开启了催婚模式 喊话李维嘉妈妈说 你儿子该结婚了 这句话让老人家听了眉开眼笑 直接在台上喊话 龙丹妮赶紧给我生个孙子 龙丹妮赶快给我生一个孙子 龙丹妮赶快给我生一个孙子 就在众人以为李维嘉与龙丹妮这段地下情 就要浮出水面时 却突然传来李维嘉报寿的新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李维嘉在参加节目 我是歌手的时候 只要一谈及感情问题 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泪线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对于李维嘉的报寿 网友们猜测 他与龙丹妮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但是李维嘉的回应却是 自己前段时间得了胃病 一个月之内只能喝白粥 所以瘦了二十多斤 虽然听起来没有很大的说服力 但是网友也不愿看到 如此颓废的李维嘉 近年来 李维嘉似乎成为了快乐家族中 存在感最弱的一位主持人 但是他的资历一点都不比何炯少 李维嘉不仅与吴欣长得像 两人前半生的经历也非常相似 同吴欣一样 李维嘉也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从小成绩优异 个性开朗 大学时七人送外号师大刘德华 在学校也是一位风云人物 那阵子有一个名叫 青苹果乐园的电台栏目很火 李维嘉就经常打热线电话 和主持人聊天 因为出色的嗓音 还在念大学的李维嘉 得到了主持人攀风的赏识 并获得了客串主持电台的机会 这样一来 李维嘉每星期就多出了 一两百块的薪水 瞬间成为了同学中最富有的人 大学期间 李维嘉还将长相 库斯温碧侠的校花追到了手 从浙江传媒学院毕业后 李维嘉选择回到长沙老家发展 随后便进入了芒果台 有了一定名气后 领导觉得 以他的颜值只做幕后太可惜了 于是李维嘉 从电台主持人 变成了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当年 李维嘉主持的时尚传播 比快乐大本营 收视率还要高 起初让他加入快乐家族 使他还有些不乐意 没过多久 快乐家族也经历了大换血 从之前的三人主持 变成了五人组合 而李维嘉与何炯 作为元老的身份 一直主持到现在 其实从过往的节目不难看出 李维嘉在节目的街耿名场面 也不在少数 有人说只有你想不到的点 没有李维嘉接不到的梗 李维嘉的这份控场能力 丝毫不逊色于何炯 就连何炯也得尊称一身梗王 不光是接梗 李维嘉的情商也很高 在女儿们的恋爱中 吴欣提起自己被拿掉节目 而觉得自己是最差的主持人 想到这段回忆 吴欣泣不成声 李维嘉看到后连忙圆场 表示那一次自己的节目 也被台里拿掉了 之后 有人爆料说 李维嘉是为了陪吴欣 所以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节目 但是如今的快乐家族各有分工 也不局限于快乐大本营 这一片土地 谢娜有了二胎 何炯又相继参加了向往的生活 拜托了冰箱 明星大侦探 等火热综艺 杜海涛也在女儿们的恋爱中 晋升新一代男友 无心也凭借 城中破浪的姐姐 再度翻红 只有李维嘉仿佛除了快乐大本营 再无其他作品 何炯曾说过 李维嘉从不发朋友圈 你的人生我不想错过 我的人生你休想知道 李维嘉究竟为何如此安于现状 其实就是因为他少了一颗向上爬的野心 李维嘉不缺能力 不缺舞台 可他偏偏没有那份野心 在别人忙着拼搏事业的时候 他正在享受生活 一边热衷旅游 一边学习烹饪 这样的人生才是最惬意的